北市今天新增了18例本土确诊 分布在8个行政区 其中万华区4例最多 感染源大多和外县市群聚有关 包括台中婚宴 基隆学校等传播链 不过让人担忧的是一名家住在新北市 不过在台北市中正区医院上班的 护理师个案 目前正在调查到底是院内还是社区感染 这波疫情也烧进了校园 包括大同区某国校 还有世新东武大学都有学生确诊 东武大学官网发出紧急公告 接获学生家长主动通报 校内有学生确诊 也公布证明学生在校内的足迹 提醒师生要多注意 还有世新大学大同区某国校 也都有学生确诊 清明廉假首日 北市新增18例本土个案 今天台北市新增了18例的本土病例 12例境外移入 这些病例它的年龄是借在 10多岁到60多岁之间 有14名男性16名女性 18例本土大多跟外县市群聚感染有关 包括台中婚业群聚 新北社区感染 还有基隆的大学确诊 还有10例感染源不明 通通分散在8个行政区 万华区4例最多 还有其他7个行政区各有2例 而让人担忧的卫生局特别提到是这一例 居住在新北市 但是在台北市中正区的某医院工作 那他是在专责病房担任护理师 那4月1号他开始觉得有喉咙痛的症状 那自行到医院裁检阳性确诊 护理师也回忆他曾经跟新北市 所公布的这个公共场域足迹 就是在健身房有足迹重叠 护理师是在院内感染 还是在社区被传染 正进行相关疫调 卫生局也公布整整7页足迹 包括饶河夜市 河滨公园 市府转运站 士林关笛等 数条传播链多点延烧 又是逢4天廉价 该如何防堵 北市府疫调得加紧脚步 记者林静静 小维小维小特别报道